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我今天题目是思考与读书 那我要讲的也是很简单的道理 希望各位对大家有一点点用处 等到思考我就要想到杜威 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几位哲学家之一 那么我个人因为对美国的二十世纪的哲学有一点兴趣 所以我近年又重新对杜威的这个著作 有过一些简单的这个回顾 那么我觉得她的这个在近代哲学上的贡献 比我原来所想象的还要大得多 所以她一生因为她活得很长 杜威活将近一百岁 那么著作非常之多 那么杜威的在美国的影响 对教育的影响非常大 以前中研院的李远哲院长告诉我 她的儿子读了就是杜威所办的幼稚园 杜威办的幼稚园在芝加哥那边 那么所以她现实的影响很大 杜威有一位有几位中国的学生 其中很有名的就是胡适 中研研究院以前的院长胡适 那么杜威在这么多著作里面 其中有一本我们如何思考 那么一本通俗的书 那么其实影响非常之大 这本书没有引证什么古往 今来重要的人物的思想 只是从平淡如水的日常生活中 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思考 的五个步骤 那么她认为第一个步骤就是 确定了疑难的情境 确定疑难的情境 第二个问题是 确定问题之所在 这在这个疑难的情境下 到底什么问题 是什么问题 你必须要有一个假设 大概是什么问题 不能泛泛的说 哦 她可能有一个问题 最初要有一个假设 大概是什么问题 这个假设也可能是错的 所以要确定一个问题 第三个 要做解决问题的种种假设 可能可以这样解决 可以那样可以解决 然后第四要推理 然后第五呢 验证这个假设 所以杜威呢 这五个步骤呢 在当时影响非常大 尤其在中国呢 因为胡适把它 归纳为大胆的假设 小薰的求证 这两句名言 那么所以呢 为许多多人所知道 各位如果今天有机会到 中海研究院的胡适纪念馆 他卖的这种 胡适手写的名言的卡片 其中就有这一张 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各位从这个脉络里面 可以看到 他多少就是杜威呢 五个思维数的一个综合 所以这五个思维数呢 其实很普通 杜威认为 不要从希腊以来的形上学 所以这些形上学 对我们现实人生 没什么用处 现实人生所碰到的问题 往往就五个思维数呢 就可以解决了 是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在杜威这个基础上呢 我自己呢 对思考跟读书的思考部分呢 我自己有一个整理 我认为思考 在日常思考中有九个境界 我就要把这九个境界呢 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 第一个境界是形成问题 如果没有形成问题 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 一分一秒就这样 很自然流过去 但是形成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这是一个问题 我个人在做学术研究过程中 发现找对一个问题 形成对一个问题 事实上呢 对做研究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如果问错了一个问题 可能就要一直在那边 转转转转转转 或者是做出来的东西 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 所以形成一个好的问题 跟对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重要 就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这样来看这个 这是一个问题 而不是随便在别的地方说 这才是个问题 这差别其实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呢 因为关注 因为关注这个问题 而形成了自己初步的见解 就是光有一个问题还不行 要先形成个初步的见解 为什么说初步呢 这是个假设性的 就像前面杜伟讲的假设 初步的见解 我的老师最近刚过世 他是非常有名史学家 余英时先生 去年我问他老师想看什么书 他就说他想看一部 近代人物一部很大的日记 就我就设法记了一部 他读了前三次 他马上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看法 他说哦 我大概可以感觉到 在民国时代有三个团体 一个是国民党 一个共产党 另外一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而这两个团体 都要争取这个第三个团体 国民党 他说蒋介石其实花很多力气 在做这件事情 毛泽东也花很多力气 在这件事情 可最后呢 共产党成功 蒋介石虽然也花很多力气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初步见解 他并没有把那几十册日记 全部看完 大概当时他只看了三四册 他就 他在电话里面就跟我讲 他认为 可以看出这当时三重 三个群体 然后 A跟B要争取C 然后如何如何 这个就初步见解 我再猜 余老师如果呢 再多读一些 他可能会有更复杂的看法 但是无论如何 要有一个初步见解 才有一个附着点 可以再继续往下一步思考 民国时期有一位 哲学家梁树明 他就说 何谓学问 他有主见才是学问 遇到问题茫茫然 那就是没有学问 所以要形成一个初步的见解 第三个呢 我的这个九个镜子第三个呢 在形成见解之后呢 可是发现呢 这里面有不能解释的事情 或在复杂的事物中 发现有矛盾 有自己不能解释的事情 就我可能这几十测试记 我继续往下看 我原来那三个 我认为三集团 不 可能有十来个 或是不 这三个没办法解决 后来的政治发展 或是说 这里面我用这三个来发现 这里面其实内部有矛盾 所以呢 发现自己不能解释的事情 或在事物现象中发现矛盾呢 我个人的研究过程中 我个人是一个历史学者 常常在这种地方呢 发现是一个突破的点 而不是一定是照着第二个步骤 形成我的初步见解以后 就一路往前到结束 通常不如 而是在初步见解之后 接着发现越看越多 越看越多 越想越多以后 发现有不能解释的事情 或在事物中发现了矛盾 所以呢 那接着的步骤就是要解决这些矛盾跟疑难 然后用一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的名言 要做集古今之智慧 要集古今之智慧 来解决这些矛盾跟疑难 跟这些困难 第五个步骤就是 心要虚 思考要密 虚心知道自己是不足 相信别人有一技之长 那一技之长是超过我们的 我因为在学术之外 长期负责这个学术行政的工作 我常常抱一个想法 就是别人一定有他的长处 超过我自己 有一部分的长处超过我自己 而作为一个组织者或是 不好意思说 领导者的话 是要去用他们的长处 而我自己心要很虚的来善用他们的长处 然后担任一个协调 或是过不及的时候 做一个调整等等 或是给一些意见 所以心要虚 思要密 那么我想这个可以 应用在很多日常中的 还有包括学术的这个 就是虚心知道自己的不足 相信别人有一技之长 可是一方面还要思要密 相信思考跟知识的境界是一层又一层 一层又一层 不是只有这一层 不是只有像我刚讲初步的看法 而是要一层又一层的往上 在下一个境界是要组织跟形成线索 然后以简易返 因为我们看到的现象越多 就像我刚刚讲的几十测试机 越看越多越看越多之后 会在细节中迷失了 这时候必须要组织跟形成线索 然后以简易返 我工作的中央研究历史研究所 我曾经跟一位考古学家 近代有名的考古学家同事 他活到一百零几岁才过世 他一直到一百岁左右 我那时候是所长 他对学术野心还非常之大 还希望研究这个研究这个 那么我每次问他 他在安阳阴序挖结中 碰到的东西的时候 他都先念一两句口诀 然后从这一两句口诀的每一个字 来导出一系列的 当时发掘的现象 跟他看到东西 以简易返 把它们组织起来 组织成一些线索以后 他就用一两句口诀 来把它们讲出来 所以组织形成线索 以简易返 是我讲的第五个步骤 第六个步骤就是 在用所得到的知识跟见解 来实际解决问题 要测试 就是杜威的第四个步骤 第五个步骤 要测试 你这些组织跟见解 放在你实际的上面 到底有没有用 是不是一个空泛的想法 是不是想偏了 所以要测试 测试以后验证实际的问题 看能不能实际解决问题 杜威跟William James William詹姆斯等等 都是所谓美国的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有一句名言 很多人觉得它太通俗了 不过这句名言叫做 思想像一张支票 能到银行对到款的 那个思想才有用的 对不到款的 那个思想是没有用的 当然事实上杜威跟William James 这两位谈实验主义师 谈得比这个要深 而且复杂的多 我因为个人对William James 也非常有兴趣 William James 我认为是一个 非常深刻的思想家 他虽然是个心理学者 他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家 那不是今天的主题 那么所以这个 我就不多谈 但是这一句话呢 也多少跟我要讲的第六点一样 就是这个思想 你要去验证它 就像你要拿一张支票去银行 对对看 如果是空头支票 那就表示这个思想跟 没办法解决问题 那么这 所以第六 要应用所得的知识 来实际解决问题 测试看看 第七呢 要能纵观全局 孟子说观水有数 闭关其栏 他说我们看水 是有一个方法 你要看它如何从小小的水滴 形成波澜的整个过程 所以不能只极限在 一滴一滴小水滴 你必须要看那些水滴 小水滴之外 看它如何慢慢形成大的波浪 所以呢 要纵观全局 在看到各式各样的细节之后 要能纵观全局 要能凌神以御叹息 要能像杜甫的这个诗里面讲 会当领绝顶 一览众山小 你必须要到高山顶上 然后看下去 哦众山这么小 能纵观全局 纵观全局 这是第七个这个境界 第八个 思考的第八个境界 是要能通透 能击拟又不击拟 因为不击拟 能如果完全不击 从一开始就不击拟的话 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如果完全击拟的话 又没办法跳出来看看 事实上这个问题 说不定已经过时了 现在电动车出来了 有人告诉我说 工学院里面那些做马达的 机构学的 很多就很多就要 那问题不存在了 你在一直在解 那个马达里面相关问题 它可能电动车 把你问题盖过去了 所以呢 要能入又能出 就是你入在里面 入在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前面几个步骤 都在讲针对问题 可接着还要看看 你这个问题 到底现在处于什么位置 是问题已经自然 被新程代谢掉了 是不是像刚刚讲的 电动车起来以后 马达机构学的 很多要难解的问题 它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在围着那个问题 拼命的去思考 拼命去找资料 拼命做实验 已经没有意义 电动车把它解决掉 没有排气孔了 没有排气管了 没有等等 所以呢 要能通透 要能进入又出 清朝有名的 龚之珍有一句名言 要大出入 我原来不懂它的意思 那么后来我慢慢懂 就你除了进入这个问题 还要出去这个问题 从外面看看 这个问题到底现在 属于什么样子 它在这个时代什么位置 它到底是不是 已经被新程代谢掉了 它已经在你 没办法完全解决 它所有问题的时候 它已经不成为问题了 就像我刚刚讲 电动车把它盖过去了 我小时候看一本漫画 那本漫画说 将来人们送信 最快的办法 是有一部直升机 在每个家门口停下来 把信放在那信箱 后来没想到 二十年前 网络时代把它整个盖过去 原来送信最快的办法 不是如何去研究 那个直升机 而是另外一个东西 把它盖过了 所以如果在一直要解决 这个直升机起降 等等这些问题 使得送信送得快的 问题已经新程代谢掉了 它已经变成是用数位 用网络 网络版 我因为曾经做过 数位典藏国家型计划 总主持人 那是整个国家 在做数位典藏和数位学习 当时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三十年前 这种这一类的东西 是一个形式 可是当数位网络出现以后 这又是另一个形式 很多单机版的都失效了 人们不用单机版 人们用会网络上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通透 你必须要在解决完这些问题以后 还要大出入 像龚之针讲的 出去看看你问题还存不存在 所以问题已经消失了 已经先程代谢掉了 不需要等到你再一直钻 一直钻 一直钻来解决 所以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思考的第八个境界 我认为是这里通透 我其实是第九个 所以我再把它复习一遍 因为我刚刚有一个序号漏掉了 我再把它复述一遍 第一个形成问题 就这个复杂的日常现象 从我们眼中 人生像一个日夜上演的舞台 不停地过去 可是你认为 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像我一个历史研究者 国王今来有多少事情 多少的书 史学家要读的书最多 可是我认为 这个问题有意义 我要来研究这个问题 形成问题 这就是第一步开始 我们的有名的 这个华人第一位 得诺贝尔奖物理奖 杨振宁李正道 我听李正道先生的学生 跟我讲一句话 李正道在科尔比尔大学物理系 学生收学生 第一件事情 他给你最大的贡献 就是给你一个问题 因为他知道 要给你一个问题 不简单 如果给错问题 你就永远在里面打算出不来 而且说不定解不出来 所以形成问题 给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开始 思考的最重要开始 第二个步骤是 因为关注这个问题 而形成初步的见解 没有这个初步见解 没有东西附着 没有东西附着 要有个组件 可是这个组件不是最终的 它只是一个开始 第三个 在这个上面发现 自己不能解释的事情 或是在事物中 现象中发现了矛盾 而我个人的研究生涯中 我认为反比较有突破性的 大部分都在这个步骤 而不是顺着第二个步骤 一直走到底 两条史料 出现在同一个人嘴巴 而看起来是矛盾的 我要怎么样来解释这个矛盾 原来有一个更上面一层的道理 它事实上 在这上面 更上面这一层道理下面 这两个不矛盾 就这一类的 所以这也是思维的第三个步骤 第四个步骤 为了解决矛盾 跟各种疑难 而坐极古今之智慧 坐就是坐下来坐 这是晚明的 清初的思想家 黄中通的一句名言 坐极古今之智慧 把古今的相关的智慧 坐极古今之智慧 但并不是说 使守住这些东西 而家也融会贯通 因为不是这些就是对的 对的话那也是别人的 而是要融会贯通 提出自己 第五个步骤 心要虚 思要密 心要虚 知道自己是不足 开放你的心胸 来看这些东西 而不是我有一个成见 读来每一句都在呼应我的话 不是 心虚 而且知道自己的不足 相信别人有一节之长 曾国梵有一句名言 半大事找副手 半大事找副手 我常常在想 曾博安每次跟太平天国 这场战争是整个清朝 十九世纪 最规模最大 最困难的战争 李鸿章到了德国 跟毕斯麦见面 毕斯麦跟他谈 他说你这场战争 就整个欧洲的战争 涉及的地方之大 死的人之多 涉及的影响的人之多 就是整个欧洲 所以毕斯麦跟李鸿章讲 意思表示很了不起 居然靠你们这几个读书人 收拾这场战役 不得了 这些都考进士出身的 这些人都不是军校毕业 都是进士出身的 考诗书 读书 武经出身的 居然能凭这样一场战役 死亡人数之多 已经超过整个欧洲的战争 那么所以呢 这里面的最重要人物 郑国藩 完全就是读四书五经的 他的有一句名言 半大事要找副手 郑国藩每次到 郑国藩深知到心虚私密 他深深知道自己不足是什么 他没有办法在那种 血腥暴乱的战场上 他没有办法 所以他每次布置完战场 他就走了 他就离开 然后由副手下去 为什么 副手的长处是他没有的 副手可以领导军队在那边冲杀 郑国藩没有 郑国藩是谋略用人赏罚 把人摆在正确的地方 战略等等等等 他不是率领大军去厮杀 那是另外的人 所以他每次完了就走了 就离开这个战场 因为他如果在战场 他会乱 乱就乱指挥 所以心要虚 思要密 这些能施杀的人 没有他的脑筋 没有施密 没有他的心虚 就一心就冲杀就是了 所以这个第五个步骤是 心虚跟思跟密 而且认为思考跟知识的境界 不是指于这一层 一层还要往上一层 第六个是组织 组织看到了这些知识跟现象 形成线索 然后以简一番 第七 应用所得的知识 来实际解决问题 第八 纵观全局 观水有树 闭观其栏 看水是有结窍的 要看它如何形成波浪 看它整个过程 看它如何有一点一滴 击成一个大浪 然后这个大浪慢慢又下去了 又回归到海水了 这整个的过程 是一个全局的过程 不是一个小水滴的过程 是如杜甫的望月 这一首诗里面讲 会当领绝顶 一览众三小 要到最高的地方 看看这个 众三是什么样子的 众三是什么样子的 第九通透 既拘拟又不拘拟 既不拘拟又拘拟 要像清代的著名的 大思想家龚之珍的 大出入 出又入 入又出 这样才能发现 你从第一到第八步骤的问题 说不定已经新陈代学掉了 人类送信的办法已经改变了 用网路了 不是直升机到每一家门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